肯老男烧死父 重伤地也走了 台中市周一发生兄弟戏强 大哥纵火烧死父亲 并烧伤妖地的人伦悲剧 妖地前晚也伤众不治 失去丈夫及小儿子的老妈妈说 三天内一家死了两个人 已经难过到不知说什么 72岁的死者陈生和妻子 以及53岁的大儿子 轻度残障的三儿子 和46岁的小儿子 同住在租来的后天错 三个儿子都没工作 凶贤李良才应讯时指称 周一凌晨 爸爸骂他 小弟还和他吵架 他才砸破装汽油的酒瓶 泼向弟弟并点火 想和家人同归于尽 结果爸爸逃生不及 活活被烧死 小弟全身着火冲下楼求救 但因全身80%灼伤 前缓呼吸衰竭不治 秦凶的老大 可请自杀获救 训后被依 杀人公共危险罪邪移送法办 家人表示不会原谅他 希望他关到死 动新闻台中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